截至当地时间15号 尽管距离大火燃起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 但是一些当地居民和来到重灾区的记者等人员都表示 在受灾最严重的拉海纳仍然能闻到烧焦的刺激气味 夏威夷卫生局日前发出警告称 建筑物燃烧后的烟尘和灰烬当中 还有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 会污染当地的空气和水源 可能给人体健康带来长期风险 夏威夷卫生局日前警告人们 不要轻易到灾区走动 由于许多被烧毁的建筑物 都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逐步停止使用石棉和铅之前建造的 这些建筑物燃烧后的烟尘和灰烬中 含有大量石棉和铅元素 恐会危害人体健康 除此之外 美国媒体报道称 大火也可能令当地土壤中 有毒的深元素进入大气和水循环 夏威夷地区的甘蔗田和菠萝田 在二十世纪初 广泛使用带有深元素的除草剂 大量有毒化学物质 沉积在当地土壤和植物中 在大火焚烧后 深元素可能附着到灰尘中进入大气 再通过降雨重返地面 渗入当地水源 当地居民如果在无防护的情况下 接触到有毒深化合物 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功能可能会受损 并且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 另外 当地大量橡胶和塑料 在大火中被焚烧 也向大气中释放了有毒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同样会导致居民中毒 目前 毛衣岛部分受灾严重地区 已经建议居民不要使用或者饮用当地的水源 以免中毒 具体措施包括尽量避免泡澡 或者在游泳池中游泳 自来水即便煮沸也不能饮用 应该在饮水和烹饪时候使用瓶装水 当地政府表示 直到水质检测结果恢复正常之前 这些建议措施将一直有效 在游泳池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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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